昨天的酒还没清醒吗 赵总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的 我看你就是故意的 不是赵总 昨天 昨天怎么了 我就觉得 您看我工作没做好 您还对我那么好 我就对不起整个公司 对不起您 我说好了 我要为公司鞠躬尽瘁的呀 哪个公司指着你这种白痴鞠躬尽瘁 也算是完了 书栋先生 这是我上班买的新杯子 以后就要用你来装咖啡了 抱歉咯 好 总的来说 这个季度 麦威整个网络口碑还算不错的 谢谢 关于公司下一个阶段的发展 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没有 陈磊你呢 以公司目前的情况 我们的渠道下路都不成问题 在赵总的帮助下 我们现在的商店交通 时速的折扣率 都比同行更具优势 我认为 现在应该扩大经营范围 重点关注 35岁以上的高收入人群 形成精品流线路 通过高利润项目 打造品牌 同时也考虑把一些低利润的项目 外包给一些旅游社同行 大型连锁酒店的垄断 在互联网时代 已经渐渐地走上颓势 现在流行的是 有钱大家赚 你们大家怎么看 我觉得陈磊说得很对啊 同样的经历 一趟收花油 顶十四享年轻度蜜月的 钱是一回事 我觉得那些大佬们 压根就不在乎什么特色 贵就行 好打发 宁夏 你觉得呢 挺好的 哪里好 听听 以后开会的时候 都给我认真一点 少起哄 上两天班就知道 对客户挑三减四了 今天就到这里 大家散会吧 宁夏 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遗争 你这几天 到底怎么了 工作魂不守舍的 赵总 那是因为 我不想听你的私事 也不想知道原因 你还不如回家 别给团队拖后腿 知道了 你要去哪里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 回家 你傻呀 我让你回家你就真的回家吗 这个 这是你前几天的提案 你说 你说 你认为公司现在应该牢牢抓住 现有的年轻人市场 业务做得广 不如做得深 可以保持我们公司的品牌形象 以及客户年度 这跟陈磊提的方案完全相反 但你在开会的时候 你赞同了她的方案 那我能怎么办呀 你问我吗 对呀 大家都支持她 好 这样 你听我说 抛开我是你老板的身份 我就是好奇问你一句 难道你的人生字典里 没有争取两个字吗 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就准备这样草草过一生 一直整理文件 帮大家跑腿吗 你让我跟他们争 我怎么争啊 办公室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团体 大家怎么弄都说好的 那你说我怎么办啊 好 我看过你的档案 初中时因为父母车祸亡固 开始借助在叔叔审婶家 我说得对吗 赵总 你说过 不管别人隐私的 好吧 我非常理解你这种孤立无援的心情 但是我依然没有办法同情你 因为我不会给你犯错误的借口 我还是一样地瞧不起你 哪个人从小到大没有一点无法释怀的事情呢 难道就一直觉得低人一等了吗 这里是公司 你应该珍惜这次机会 没人知道你的过往 没人本该就喜欢你 也没有人天生就讨厌你 更不用因为你过往不好的经历 来委屈求全 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 你可以换一张你喜欢的脸重新活下去 你却用这种态度面对 难道你想被世界 你也 再一次地抛弃吗 大家先停一下 宁夏刚才给我提了一个不同的方案 公司现在还没有做过内部的比稿 趁这个机会比试一次吧 下午三点 陈磊和宁夏 将分别阐述自己的方案 请大家本着对公司前景负责的态度投票 我只旁观不发表意见 好了 继续忙吧 继续忙吧 啊 继续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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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你对我有什么意见 不能私下说嘛 嗯 不 你这么过穿小鞋 对谁有好处啊 我对你没意见呢 没意见你去找老板说 你真虚伪 就跟上学的时候竞选班长 你偏说是老师第一的一样 但是我也没当过班长啊 你想试试 那咱们用实力说话 下小见 去吧 有线 冯总 你怎么来了 你知道每天晚上一个人 孤独地吃饭 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 所以我想请你今天晚上 与我一起 供进晚餐 好啊 小夏 吃饭去 好 你们先去吧 好 小夏 先走啊 小夏 先走啊 好 吃饭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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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弄了吗 谢谢 你看啊 把这儿拉到那儿 不就好了吗 谢谢 把我拉到这儿 谢谢你 我弄了半天 我弄了半天都没弄好 其实吧 你平时教的提案都挺有创意的 就是基本功差点 学学就应该可以了 以后我教你 卢西 你姐姐是我最亲密的战友 那是 我呀 最讨厌那个陈磊了 你看他平时那么嚣张 而且啊 他还是个男权大男子主义 觉着在职场上 女性永远比男人更弱一点 他还请大家吃饭拉选票去了 你看他平时那么小气 现在想起来请大家吃饭 你说中午吃饭下午投票的 谁吃了他的饭好几下午不投他呀 你也不能这么说啦 其实陈磊还挺有能力的呀 听一下 反正我挺你 中午我就去买咖啡 然后下午开会前我就发给大家 说让你买的 这 这倒也不用 我去这样测试一下我这方案行不行 也没有一定要重的意思 反正你就别管了 包在我身上 加油啊 谢谢 好 喂 志远 怎么了 但是我的上班啊 我中午只有一小时时间 行 那咱们公司聊下见 好 拜拜 志远 二姐 还没吃饭吧 没呢 走 带你吃饭去 姐 你俩对我这么好 赶紧 没事 志远 你那尹楼租好了吗 租好了 离这儿不远的 那地儿啊 一楼是我们工作的地方 二楼呢有个阁楼 让好我老婆烧吃一下 就是我们温暖的小锅了 来来来 多吃点啊 姐 我吃了这么多 我现在减肥呢 没事 我不饿 你应该多吃一点 好吧好吧好吧 好 来 等一下 我的钱都在这卡里面 你要取的话都取走 到时候密码我发到手机上 不用不用 我多了有钱你先收着 不行不行 你还是拿去吧 你现在这个影棚里面 设备啊 还有装修啊都得花钱 以后这孩子也得花钱 你现在已经是当爸爸的人了 该省了 省着点 行吧 姐 你对我真好 等我有钱了我第一时间还给你 行了 别废话了 快吃吧 行 我看我现在收钱还丢了 赶紧的 赶紧的 那儿 我还有个案子要做 我先走了啊 钱给付好了 有时间打电话 你再吃饿了我再走吧 赶紧 吃饭啊 你倒飞 谁 谁动我电脑啊 哎 你们知道谁动我电脑吗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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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PPT不见了 啊 现在你说这样呢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我自己东西没损好 还怪别人啊 但是我 我PPT真的就在这儿了 你的意思是有些害呢 没有啊 没有啊 我自己还重新做一份 你那么冷 那还用PPT啊 其实我特别配合你 一个中专生也能坐在这里 加油 我们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仅仅通过八项案例 就完成了形成线路 在地商里 标准客服的高度整合 我相信 这是我对推业案 最有力的支撑 谢谢 凌夏 该你了 我已经帮你备份了 也谢我 散会再说 没事 不用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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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替我高興 我是为了以后再看不见陈磊在那微不高興 我跟你说啊 我跟着咱们赵总已经这么多年了 我很少能看到这么大块人心的场面 你说的对 要看未来 未来一定有更迷人的办公室斗争 你去 你就不怕我点好 把你从兰桥带出来就是让你看办公室斗争的 赵总我还有事 我去 你留下 你的提案成功了 以后这一块你负责 让我负责 没事就别闲聊了 赶快工作去吧 谢谢赵总 还有一件事 明天找HR办一下正式入职吧 你的试用期结束了 谢谢赵总 还有我今天晚上请你吃饭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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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冬先生 我终于成功了 你听得到吗 但是现在 我再也无法与你分享我的喜悲了 仅怀念过去的书冬先生 你听得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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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士 你好 欢迎光临 请问有预约吗 冯红先生的定位 宁心 这边紧 坐坐 不好意思啊 冯总 我今天迟到了 等待像你这样的美女 我从来没有时间盖你 您真的太绅士了 这里的西餐不足 而且有非常好的西班牙 谢谢 您好 欢迎光临 请问有预约吗 有 两位 我姓赵 赵先生 您的位置在这里 这边请 丹桥 好 你先坐 好久不见 靳尧 好久不见 这么长时间没见了 你最近怎么样 我也是刚到国内 对 我想忙忙的这一阵 在这儿等我 来 来 介绍一下 这位是宁心小姐 很高兴又见到你 舒诺先生 你们俩认识 是 说来话长 对了 这是我的童 她去哪儿了 我刚看见你朋友 去洗手间了 我帮你去找她 太奇怪了 工作还顺利吗 小夏 小夏 是我 我的妈呀 吓死我了 你跑什么呀 我真没想到 我们用这样的方式见面 姐 跟你一起来的 就是那个珠宝商 是啊 今天也是太巧了 咱俩先对好口径 以免打扰说错了 你想想 咱俩刚才既然没有相认 那 那就当作不认识吧 现在这个冯总正在追我 舒诺先生出现了 肯定结果生枝 当初撒了这个谎 现在不知道多少谎 才来冤得了呢 行了 别想那么多了 你先过去 坐在你们的位置上 一会儿我再过去 也不能这么说 也不能 舒诺先生 你朋友在那边等你 不介意我们坐在一起吧 当节要改天吧 来日方程 那好吧 我刚才听丹桥说 你们是在网上认识的 其实之前 我们只是见过一面而已 怎么 冯总 你们好像很熟悉的样子 我们两家是市郊啊 你不知道吗 她是刘兰芝的公子 我们公司总是找刘兰芝 魏特尔 赵总 你认识那个女生了 是的 认识 我觉得他俩还挺配的 就像行李一样 那怎么可能 我的朋友有老婆 你可别瞎说 什么 她有老婆呀 宁夏 你怎么就改不了 打探别人隐私的坏毛病呢 真无聊 赵总 我这意思 我就觉得这么好一个姑娘 不小心被小三了 多不值啊 你先管好自己的事吧 再说了 洪小豆可不是那种女孩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这家西餐厅非常的不错 有上好的西班牙火腿 陈年的法国红酒 还有精品牛排 就这样 就这样 不好意思 用我教你用餐礼仪吗 喂 喂 喂 宁夏 卖萌对我没用的 我知道了 卖萌可耻 老板请你吃大餐 你不仅不敢恩戴德 还一直无视老板的存在 自己玩手机 你很没礼貌 我知道赵总 绝对不用了 绝对不用了 我发誓你再也不用了 真的 我怀疑你到底是不是个女孩子 你做没有做像 吃没有吃像 端庄贤熟 在你身上完全看不到 别看了 赶紧吃饭吧 冯总 这次回国 您怎么没把夫人带过来啊 我记得宁小姐说过 不要浪费脑细胞去揣测 对方的死生活什么 没错 你说得对 这次说我不好 爱情和婚姻是个大问题 人和人相遇 如果时间点不同 那么结果肯定也不一样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相见恨晚 其实就是有缘无分啊 也不一定吧 如果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 那也可以做出新的选择 言个正传吧 珠宝秀很快就要开始了 不知道这段时间 我们的计划进度 你还满意吗 我相当满意 不过呢 在这么好的气氛下 我们可以不谈工作吗 没问题 只要你对我这个 二十四小时管家 足够满意就行 干杯 喂 你在干什么啊 我在品酒啊 这酒这么香哎 赵总 特别感谢你今天请我吃 这么好的牛排 我以后一定对你鞠躬尽脆 死而后意 干杯 我再也不会带你来这儿吃饭了 周总 别呀 还有机会吧 喂 姐 小夏 我到家了 你也到家了吧 我也到了 哎 姐 刚刚真吓死我了 看着露馅儿 还好有心无险 我也觉得挺吓人的 对了 你那个树洞先生赵丹桥 好像挺有来头的 嗯 他好像是个富二代 家里有高辅酒厂 还有酒店 不过他现实生活中 跟网络上差得好大呀 我倒觉得挺有意思的 不过咱们今天这种见面方式 也太唐突了 不会啦 姐 反正你不说我不说 就没人知道啊 哎 对了 姐 你得小心点那个 珠宝上 他有老婆的 小心被小三了 你放心吧 他这种人 除了工作关系 我不会给他其他机会的 哎 行 那就放心了 行 那就这样吧 拜拜 行 晚安喽 哎 老婆啊 我现在这油漆呢 这屋份太大了 要不然呀 您出去吧 啊 哪个那么娇气呢 我不是想帮个忙吧 哎呀 小婆啊 哎呀 我爸来了 哎呀 我爸来了 哎呀 出份儿 怎么那么浓啊 小姑娘 这儿我张机可是对那个不好啊 你可不能在这儿 明天起啊 不能来了 哎呀 哎呀 妈明天来 妈什么事都能做的 妈来 哎 我管她说过她了 哎呀 爸 妈 你看这大老远了 你们放心 这边有我跟志远 一定都能搞好的 别操心了啊 不行不行 来来来 我来 别别别 爸 你刚过来 你歇一会儿去那么喝点水 听话啊 怎么了 嫌你把老了干不动了 不是不是 您这不刚过来嘛 再说您岁数大了 万一干活把腰上了 不还得我妈照顾你吗 让你爸做 让你爸做 好 我行 放心 好 来 来 那那那我给他吧 小德 过来过来 你看 妈给你做了什么啊 你看 这小红包啊 谁志愿吃的 志愿可喜欢吃这个了 妈可以给你做了 亲针甲鱼 好鲜的 来 你趁着吃 闻着特香 谁说我们家小德 喜欢吃甲鱼了 妈 我们家女儿喜欢吃什么 大妈的答案最知道了 那妈给你做了 你最喜欢吃的鸡菜馄饨 亲家母啊 我的儿媳妇 可是有孕在身 需要营养 这馄饨呢 我可以早上天天让她当早饭吃 姑爷啊 妈来了 你看 妈给你做了红烧羊肉 补补身体 真香 谢谢妈 季家母 辛苦你了 辛苦你了 我儿子啊 从小就不吃羊肉的啊 小德 浩子哥 别浩子 别浩子 阿姨就来了 浩子你来了 小夏给我下来死命令 我能不来帮忙吗 什么情况啊 这连饭菜都准备好了 这就是给你们准备的 那赶紧的兄弟哥 赶紧吃完饭 对对对 吃完饭拿了 快拿了 谢谢 还不想 都尝上 来 赶紧什么叫帮忙吗 没事没事先吃先吃先吃 早就吃完 找到 吃完 不吃 这就形成了 咖啥 网络 ry�� 03 15 15 10 15 15 20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句一句了啊 您心在吗 王露露的婚宴就在你们酒店 可得帮大伙好好安排安排啊 我说我们大伙也好久没见了吧 她这次应该不会过来了吧 是啊 我们也觉得挺浪漫 水澜不是和她相好的吗 那是她们的爱情多让人羡慕 怎么婚礼的新娘不是她 我就问你一句 明月 你愿意嫁给隋人吗 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贵 是健康还是疾病 你都永远永远地跟她在一起爱她 合适的才是最后的选择 花五百日红 没有永恒的美 只有不懈追求完美的心 老公别这么秀恩爱了 免得遭人羡慕嫉妒恨 虽然啊 露露 这恩爱秀的 可别打脸哦 好久不见啊 各位老同学 宁心终于现身了 采访下你此时此刻的心情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那就恭喜她俩了 宁心 我同情你 露露不就是土豪吗 你也别伤心 你一直是我班女生的楷模 虽然不就是看上露露家的财富吗 是啊 定心加油 我们看好你哦 你们别自事了 定心答应我一定来参加婚礼的 而且我也答应了 把手捧花抛给她 希望她能早日找个好归宿 别再为五十万犯愁了 好不好 好 谢谢各位同学的关心 因祸得福 我现在交往了一位 本市著名的青年企业家 他是谁 等婚礼时再揭晓吧 来 露露 拨一下我手机 手机不知道去哪儿了 拿我手机干嘛啊你 就在这儿了 好 你拿我手机在群里胡说八道什么呢 一直有男朋友了 有就有呗 这不正常啊 我刚在群里跟同学们聊天 请大家来婚礼的事嘛 定心也在群里呀 然后班长他们就说 定心肯定不会来的 那定心可大方了 直接说带男朋友一起过来 而且说是本市某青年著名企业家 陆陆陆你没事吧你啊 你还真打算让定心参加我们的婚礼啊 你不是成心让我难堪吗 怎么了 这不很正常吗 抛开你跟定心的关系不说 我们也是老同学呀 你少来这一套 你成心让我不痛快 好了好了你别生气了 你真生气了 好了好了我错了嘛 你要不喜欢我让他别来了 你别生气呀老公我错了 其实我是觉得呀 让定心来也没有什么不好啊 你看定心都已经有男朋友了 你们俩不如去在我们婚礼上 跟过去做个告别 然后各自开始幸福生活 现在人家宁心都放下了 难道你还没放下 谁没放下 我看是你没放下了吧 那不就解了 这个问题我们已经不需要纠结了 我老公最好了是不是 嗯 陆陆 我警告你啊 以后不许多挪手机 董事长 宁欣请辞二十四小时管家 冯先生还是希望兰桥国际能够说服宁欣小姐 天要下与娘要嫁人 儿女情长的事谁也管不了 听企划部总监说 宁欣请辞的理由是因为交了男朋友 无法做到二十四二十四单拜 他这么快就交了男朋友 董事长 我不明白为什么您对宁欣这么上心 就像我曾经说过 这个世界上不乏有野心 能力强的人 但是我最看重的是人的品德 所以特别的人得特别关注 抽调管家部人员 协助做好冯敬瑶的管家工作 至于宁欣 继续兼职管家 做到什么程度由他自己决定 是 总是 听说啊 这个冯小开很花心的 还跟那个什么三线明星阿妹传过绯闻呢 传绯闻算什么呀 他跟网红咖啡妹的事 那谁叫奇葩呢 怎么了 怎么了 快吃快吃 这个冯小开啊 是在网上 拢搭上了咖啡妹 后来呢 两人就一起相约去律世华学 红男华女的肯定更怀鬼胎呀 果然 旅行结束之后啊 咖啡妹就控告冯小开 对她性侵 这明摆的是咖啡妹要坑她嘛 那当然了 大家都心知肚明 肯定啊 是冯小开给的价码 没有买足咖啡妹的心理价位呗 听说这个冯小开和我们老板的儿子是好朋友 我们这个项目会不会是因为这层关系他拿到的 咱们刘董啊 跟这个冯小开的父亲呢 想当年是一起创业开饭店的 一步一步发展到现在兰桥国际这么大的企业 咱们刘董的公子呢 叫赵丹桥 冯小开在她面前啊 就是这个 我听说刘董事长把她大叫请她都请不回来 她这个人特别有武器 特别有才华 自己创业 开乐旅游公司和旅游网站 好厉害啊 这些服二代啊 都是一样的 肯定 很花心的 这你可就错了 她呀 就是太干净 没绯闻 我们现在都怀疑 小夏 姐 坐坐坐 怎么了这是 正乔 你来看我最后一眼 姐 发生什么了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隋然还有王露露 打算把结婚地点定在兰桥国际 她们还打算把所有同学都请过来 天哪 她们不让你难堪吗 这还不算最过分的 你看 这是我们同学的群 你看她们说的话 这都是人吗 她们也太过分了 怎么说这种话呢 姐 你上面说的那个 青年企业家是谁啊 哪有什么青年企业家呀 但我不这么说的话 我只能跳楼了 她们也太过分了 那现在怎么办呀 青先生 小夏 我想到了 年轻才俊 又有事业家境又好 你把你那个网友 你们那个老板赵丹桥 书栋先生 你把他借给我 随人结婚的时候 我把他戴上 让他假冒我男朋友 到时候我就要看看 到底是他虽然丢人 还是我丢人 安芊 你这样不好吧 小夏 我是你姐姐 你真想看我死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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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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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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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一杯美式咖啡 你呢 拿点咖啡好了 赵先生 我叫宁鑫 是做企划工作的 对了 上一次与你一起的冯先生是 冯先生啊 冯先生是我一个客户 我现在在负责他的一个案子 我觉得 你跟网上的红小豆有些不一样 倒是不一样了 是这样 我一直认为你应该是外向的 然后活泼的 但事实上你很文静 你很内向 也许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双重性格吧 会有软贴的 上次见面以后 我们网量就很少了 我还以为 你真的只是 希望彼此停留在虚拟的世界里面 虚拟世界固然是美好的 但是人嘛 总是脱离不了现实的 就像我自己 虽然感情的事情跟别人无关 但是 依然受不了外界的指指点点 赵先生是这样的 今天我找你来 是有事情想拜托你 是吗 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 做我男朋友 什么 假装做我男朋友 啊 为什么 舒冬先生 你能听得见吗 洪晓东有话要跟你说 作词 我答应是 谁 你还得不怕 你还得不怕 为了哄小豆啊 树栋先生也该出马了 赵先生 婚宴的地点是明天 在兰桥国际大酒店的中餐厅 兰桥国际大酒店 你不会这么快就后悔了吧 不 不 不 没有 没有 没错 什么 真的 你嫁得这么快啊 刚才都装过来 这不是为了显然 我告诉你 你听着 我现在教你第一课 初来闯最重要的是什么 记住自己的名字 你方向感还真是不错 你这样总要走到明天才能到家 你知道吗 书董先生 人世间的烟火 会有多少次无罪的错误和迷失 怎样才能把悲伤从心里抹去 可以抬头望月亮 望着望着就望了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你说一声 那客气 好 想你了呗 二人 馨儿 瘦了 肯定是晚上不睡觉 也不好好吃饭 我都胖成这样了 就你 怎么看我都觉得瘦 哪儿都不如炷家里好 还在生你妈的气 怎么可能 母女之间又没有隔夜愁 我是最近工作太忙了 没时间回去的 那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我想你 你妈更想你啊 这两天 她偏头疼的老毛病又犯了 真的假的 去医院看过了吗 我带她去医院 做我这个高厌氧仓 应该没什么问题 这样吧 等我忙完这段时间 我爸会去住 真的 那就好 你忙吧 我走了 公主 小心 忙完了 赶紧回家 报告老板娘 遵照你的指示 致远引楼的装修工程 已经提前结束了 请老板娘随时过来验收 中标的方案做好了 那还有闲工夫玩手机 看看你这个样子 衣冠不整 蓬头垢面 像是苦力工 被别人看到 还以为我们公司 虐待员工呢 好 还有一件事 还有一件事 律师正在审查 申普和大伟两家公司 听标顶案的合同 我让他们审查好 然后直接发给你 好的 千万不要出任何错 这两个可是占了 我们公司业务量的 三分之一的大案子 赵总 我办事 你放心吧 你办的事 我从来都没有放心过 今晚你就要做别人的男朋友了 虽然我知道这是假扮的 但是我心里 怎么有这种心痛的感觉呢 老板今天这么早离开工作岗位 真是罕见啊 肯定有情况 他肯定是去相亲了 你怎么这么八卦 赵先生 您好 姚医生正在里面 为患者进行心理辅导 应该马上快结束了 请您在这里稍等 姚医生的患者挺多的嘛 这样 你进去跟他说 赵先生急需他的心理辅导 千万别让我等太久了 好吗 好的 你稍等 你进去跟他说 你进去跟他说 今天咱们去聊聊点 好 你先忙 赵丽 替我送你一下 赵丹丹 赵丹 慢走 好 咱们不预约就过来了 找你吃午餐 幸好啊 今天预约的病人不多 要不然啊 真没时间招呼你 别装了看你这些患者 都是些无病呻吟的贵妇人 我看你这是靠男色嫌疑 别胡说八道啊 行不行我揍你啊 有什么话快说 赵大丑爷 今天怎么穿得这么短装 有状态吗 有吗 你说 一个女孩主动邀请你 假扮她的男朋友 而且是出席同学婚礼 是不是说明你在她心目中 是值得信赖和依靠的 别你你你的 不就是说你自己嘛 还跟我绕这么大一圈 你有意思没意思 回答我的问题 以你现在的状况 标准的高富帅 多少女孩都希望你能成为 她的男朋友 这种姑娘这么多年你遇到的还少吗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需要试一下 可她并不知道我的身份 红小豆 是的 可我总觉得哪里出错了 你不是非常期待再次跟她见面吗 而且你也说了 她长得梦美如花 你小子啊 这明显的是得了便宜还卖乖是吧 按理说 我应该激动应该兴奋应该那个什么的 但预想的情绪都没有发生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你跟她才见了几次面呀 一定要多接触才能多了解 再说了 从虚拟世界来到了现实世界 总归是有些不适应的嘛 但是 人终归是要面对面地坐下来交流的 嗯 对了 上次把你一个人丢在餐厅 今天午餐算我的 不管你想去哪里 随便点 你穿成这样 带我出去吃饭 要是又被别人误会了那怎么办 我没问题啊 只要你别误会就好 哼 你别急啊 等我换套衣服 吃饭咯 特别好吃 小夏 吃饭去吧 好 小夏 我听说咱旁边巷子里新开了一家饭馆 特别好吃 要我去试试 能行吗 这是海哥面馆的分店 听说他们家的片川呀特别好吃 还上个舌尖上的中国 那我们去吃吧 我请客 走吧 好 来来来来 谢谢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好久不见啊 你到现在越漂亮了 可不是嘛 这位是谁啊 你也不介绍介绍 我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男朋友赵丹乔 大家好 幸福一生 好 谢谢 恭喜恭喜 初次见面 祝你们二位百年好合 来要造成贵子 谢谢 赵总 赵总 您来了 您怎么事先不打个招呼 董事长知道 要怪罪我们哪 难道我出来参加一个平常的婚礼 也需要向你报备吗 起开 起开 进去吧 谢谢 谢谢 这赵先生 风水水 这么嚣张 年轻人 他是有这个资格嚣张的 对了 你们两位新人怎么不早说呢 早知道你们是赵总的朋友 我们酒店 会给你们打一个大大的折扣 而且在服务方面 也会是一个高端的规格呀 不是 那个 他什么来头啊 他呀 他就是我们兰桥国际的继承人 来 少背 他就是兰桥国际的继承人 传说中商业铁男子 刘兰芝的独生子 是他呀 就是他 真是阴性潇洒 标准富外带呀 对啊 我还听说 他是个海归 你瞧人家那气质风范 果然不一样 叶芯也太厉害了吧 难怪在微信群里卖关子 说是什么青年企业家 这也太劲爆了吧 这下他可发了 这兰桥国际 这盘子可够大的 怎么说 也得二十亿吧 二十 二十 人生真是奇妙啊 像当初 虽然连五十万都拿不出来 你 你 你 谁知道 现在宁兴直接奔着二十亿去了 赢火得福呀 赢火得福呀 这下宁兴啊 真是跳上制作成风格 好了好了好了 同学们 咱们差不多了 得进去了 赶紧坐 赶紧坐 好了 大学制度要开心心的 对吧 走 进去吧 客人都等着呢 走吧 董事长 什么事啊 方晃晃晃的 世界末日到了 丹桥来了 人呢 他是来酒店参加婚礼的 他不是说 永远不再踏进兰桥国际的大门吗 什么重要的婚礼啊 可以让他食言 宁兴前男友的婚礼 而且 而且什么呀 快说啊 他是以宁兴男朋友的身份出席的 什么 男朋友 看来宁兴这个小丫头 手段够厉害的啊 难怪 他拒绝了冯静尧的诱惑 原来是 瞄准了我刘兰芝的老巫啊 快去 把宁兴给我叫上 是 都是这 好 什么时候开始 你和他 是什么时候开始交往的 董事长 我其实刚刚进酒店的时候 才知道赵丹桥是您的儿子 我在问 你和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谈恋爱的 是这样的 我昨天 请他做我男朋友 参加我朋友今天的婚礼 你是因为他才拒绝冯静尧的追求 因为你衡量比较了一下 你觉得赵丹桥比冯静尧更有价值 更能给你想要 是不是 不是的 不是那样的 董事长 您相信我 宁兴我告诉你 赵丹桥是我儿子 是我唯一的儿子 他将来是要继承 南桥国际所有的一切的 你拿什么给你做 家族 财富 人品 还是能力 董事长 您真的误会了 赵先生他只是帮我 才和我假扮情侣的 不是您想象的那样 妈 你这是要干什么 你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又要顾忌重演吗 赵先生你来得正好 麻烦你跟董事长解释一下 我们两个只是假扮的情侣 真也好假也好 是我自己的事情 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 走 站着 任何人 我是谁啊 我是你母亲 赵先生 麻烦您解释一下吧 我们两个不是真的男女朋友 刘董事长 听清楚了 是的 宁心就是我的女朋友 走吧 不好意思啊丹桥 害你跟你母亲吵架了 别放在心上 刘兰之与我就是这样相处的 她有很强的控制于我 你不要怕她 万一给你穿小鞋 马上告诉我 不会的 我就是个小食人 她不会注意到我的 刚才一时心急 为了气气她 谎称你是我的女朋友 对不起 对不起 说起来今天挺有意思的 先是你扮我的男朋友 现在就是我扮你的女朋友 对不起 不过这样也好 大家公平了 无论如何 谢谢你帮我 不客气 洪小豆有难 树洞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你该走了吧 我就住在这个酒店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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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刘董事长 听清楚了 是的 宁心就是我的女朋友 如果她真的是我男朋友 该多好啊 宁心就是我的女朋友 老公 这些酒喝得也有恶心啊 赶紧睡吧 怎么样 睡吧 初次见面 祝你们二位百年好和 还要早生贵子 人生真是奇妙啊 想当初 虽然连五十万都拿不出来 谁知道 现在宁心直接奔着二十一去了 我说对那天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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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对那天宗